喜欢我的可以点一下下方的小铃铛或者是订阅一下我的频道哦 hello 大家好 欢迎大家来我的频道 上一期我分享了我和老师刚刚认识的时候 那么今天这一期视频呢 我就接着上一期的故事来往下发展吧 其实通过上一期的视频可以知道我跟这个老师的关系还没有升温 当时我跟这个老师的状态就是学生与老师之间的闲聊 我跟老师的身份关系还在后面的时候 毕竟我跟这个老师认识了大概有三年左右的时间 刚开始的时候并没有这么快 上期的视频最后不是说到了我被罚站了吗 然后晚上的时候这个老师就问我为什么被罚站 罚站的感受是什么 当时我回答他完这个问题之后呢 我真的就去睡觉了吗 然后第二天醒来一看 最后一条消息还是我发的 于是我就没有管那么多 我就匆匆忙忙的去学校了 因为那时候我们有早自习 必须是六点之前到学校 然后呢 这个老师上班的时间是在八点左右 当时下早自习之后的时间已经是七点半左右了 别的同学都去食尸堂吃饭了 但是我没有去 我坐在窗户旁边一直盯着校门口 我一直在等这个老师什么时候来学校 其实那个时候并不是单纯的在等这个老师 我同样也在等我的早餐 因为之前一次打赌 老师输了 然后便让这个老师帮我买早饭 然后我摆钱给他 当时我记得清清楚楚 这个老师是八点十分左右的时候到的学校 然后我看见他来之后呢 我便起身往办公室的方向走去了 我刚刚到办公室的门口 他正好也刚刚上来 然后当时我就饭尽了一下 因为早上的时候没有人嘛 然后我就跟老师打招呼说 早上好啊姐姐 然后紧跟着这个老师就懵了 然后我说我的早饭呢 姐姐老师就不理我 然后就禁止的往办公室走去 直到直到他工位上 他才问我 刚才叫我什么 我说姐姐呀 他说没大没小的 叫老师 我说行行行 我快饿死了 早饭呢 当时他给我带了一碗八宝粥 八宝粥和一份小包包 他居然还记得这个土著 然后我当时也就没有管什么 我就在办公室吃了起来 老师让我出去吃 可我偏偏不 然后他也没有管我 当时我就坐在他的身边 然后离得老师很近 那天早上老师身上有股淡淡的香味 我便没有管那么多 然后我就问他 我说昨天晚上那个消息你看到了吗 然后老师回了我一句 看到了何必要回你呢 当时我就不知道要说啥了 我只说行吧 吃完饭便走出了办公室 高一的时间便如此短暂 我跟老师关系升温的时候 是在高二的时候 当时高二的时候 我们需要重新分配班级 还有分配老师 刚巧不巧的时候 当时我分配的那个班级 正好 正好的数学老师 正好是他 我之前还以为我和他的故事 就要这样结束了 没有想到又开始了 于是他就成了我高二和我高三的数学老师了 于是我便趁着高二的这个时间 我就每天每天去找他 通过我坚持不懈的努力 我跟老师的关系又进了一步 通过平常跟老师聊天 我知道他是单身 而且是自己住 他老家并不是在这边 然后呢 他是自己在外面租的房租 他也会做饭 而且他做的饭还特别好吃 当时我跟他的关系就熟到了哪种地步呢 就是晚自习的时候 我们有的时候要周策 周策一次 我不想参加的时候 我便去他的办公室找他去了 一带就是两节课 当我什么都跟他聊 然后总感觉聊不完的话题 在后面的日子里 我从走独变成了住宿 因为疫情的原因 他也成走独变成了住宿 他住在教师公寓 而我住在学生公寓里面 当时我不在意别人的看法 其实当时有很多流连蜚语 但我都不在乎 因为这是属于我的快乐时光嘛 然后那天晚上我送他回去的时候 他 我和他并排走 然后 当时我就牵起了他的手 当时老师就懵了 然后他就挣脱了 当时还起告我说 再这样就打我 然后我说 打又打呗 反正你也打不着 当时老师就在校园里 一直追着我跑 没有 一会儿我们便到了教师公寓 我说 行了行了 跑不动了 然后老师说 这就不行了呀 然后我说 什么 男人说 男人不能说自己不行 然后老师就跟我说 你哪里行 学习学习不行吧 跑步跑步还不行 你这跑一会儿就不行了 你这跑一会儿就不行了 然后我就说 我下面行 当时 他也知道我说的是什么意思的 也就不说话 然后他说 你你你无语了 我上去了 你早点回去 然后老师就进入了公寓里面 然后我回去 我回自己宿舍的时候 我在想 他怎么知道我说的最后一句话是什么意思呢 然后 然后我就自己在这偷笑 高二的生活便在我跟老师的快乐时光下结束了 到了高三我才真正的下 他开始下手了 在平常的聊天中 我总会问到他一些性的问题 老师并没有逃避的问题 一开始的时候 我问一些皮毛的事 我问我会问成年人的生活 现生活是这么多吗 而老师告诉我说 成年人的现生活 就像家常变态一样 然后我就又问 那你会经常有吗 然后老师说 有啊 每个人都有这个方面的预报 高三后半学期的时候 我就没有继续在学校呆了 我已经就是退学了 在我出来一段时间之后呢 老师就联系我说 让我去大家里吃饭 尝尝他的手艺 我说行啊 于是我在晚上的时候 便去了他的家里 老师做的饭菜是真的好吃 那天晚上 就我和老师两个人 我们两个人吃着饭 看着电影 也在喝着酒 吃完饭的时候 又在玩大冒险 其实一开始都很正常 但是越往后越开放 有一次我 有一次我玩大冒险书了 他就说 让我脱掉我的上衣嘛 然后看看我又没有腹肌 当时换换成我梦了 就大冒险啊 阅读服输 于是我就拖了 回来 然后在老师一次输了之后呢 我就让他和我对视十秒 然后对视对视的时候 我就吻了上去 然后老师跟我说 我是不是跟你说过 你再这样过动手 我就打你 然后我说打就打吧 然后我就又吻了上去 老师一开始还真的打我了 但是我就是抱着老师不放呀 吻了大概有十分钟左右的时间吧 老师也紧紧的抱住了我 当时老师穿着衬衫 呃衬衫的扣大家都知道 很容易解开嘛 我便解开了老师的衬衫 老师的胸大概也就有 必着必左右的样子吧 当时我就揉了起来呀 很软很软 当时恰巧的是电影 放的正好是暧昧的电影 然后当时我线维就有感觉了 然后老师就把我的裤子解开了 然后老师说这么大 你这是刚成年的吗 然后我就想让老师帮我口交 当时那种感觉真的很爽 全身麻像电麻那一种感觉 过了一会儿滚呢 我便抱着老师去床上啪啪了 那天晚上我没有回家 便在老师家住了下去 我感觉这一次是非常非常累 而且老师的活也是真的不错 那天晚上并不是进行了一次 第二天的时候感觉筋疲的已经 浑身就难受 然后我是越来越喜欢这样的感觉了 我真的感觉这样 我真的感觉就像老师所做的 新中国就像加茶便饭一样 于是我跟老师的月炮经历 就到此结束了 那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